《科學新知》第四節 據我們所知 其實香港遲些都會禁這個 一次過的膠的不知道什麼物體了 總之這個塑膠的物料 很可能在未來這20年或者30年之內 在地球絕跡的 但是現在已經發現了 就在母語裡面已經有微膠粒了 所以大家就 我微膠粒就無處不在了 現在就已經 沒有啊 你現在 呼吸也有了 可能在我們身體裡面有很多膠 甚至乎要進入腦裡面的了 會有些微塑膠 那裡面有很多膠? 會的 其中一個我們最容易吃到 微塑膠的來源在哪裡呢? 在海產那裡 其實很多的 吃一次海產很多微塑膠進來的 我們就不希望用那麼多膠 不過我要強調說 我不要說一次性塑膠 就是我們講的那些積氣塑膠 是的 那我們有什麼辦法可以不敢膠呢? 用少些膠是第一 就找東西取代些膠是第二 科學層面上我們當然多說一些 用什麼的未來材料取代些膠呢? 就是未有膠之前呢 那麼我們很多 就是很簡單 你去街市買菜 你就鹹水草了 是不是? 拿個菜籃 是不是? 其實我一定要用膠的 人類的文明這麼耐力 都沒有用膠的 這幾十年才用膠的 但是我想問清楚你呢 其實膠在自然界是沒有的嗎? 有了一些比較自然的膠 其實很簡單就是 你以前講的什麼南洋富商華僑 他們最喜歡在那些南洋裡種樹膠 種橡膠 那些東西 是不是? 那些就是可以 那種這樣的由天然物品 給出來的那些膠質的材料 就可以幫他們做一些很有彈性的東西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用膠的彈性是比較多的 但是後來就 你說有了人造纖維 有了尼龍 甚至乎有些叫做聚合物的聚合器 其實就提供了 最主要就是一個很便宜的途徑 即是你現在還 現在講的二十世紀 即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 你去那些馬來西亞 印尼 新加坡這些那些地方 搞殖民地 叫那些人去種那些樹膠 種橡膠 接著就賺到盆滿盆滿 就華僑富商了 那些人就變成了 但是現在你發覺 太容易找到一些石油提煉出來的取代品 即是整個化工行業 是將這件事基本上自然的材料生產周期長 但是用化工方法就快靈正 但是污染又會很厲害 那其實完全都是成本效益作怪 那我們有什麼方法可以不交呢? 那在這裡就介紹一個就是 就是長遠來說是可以取代到 就是那個的一些塑膠 那這樣講 你說膠不是不可以用 但是最好不要搞到就是那些膠很難去分解 就是我們現在就說發布膠 就盡量少用就少用 一隻碗你反正用一次的 那些東西呢 一隻碗你也是拿完一次的湯 你就不用那些東西 你就不需要用這麼難去分解的物料 所以我們一方面 盡量開發一些可以溶解塑膠的方法 其實我們現在不是沒有方法去完全溶解塑膠的 不過又是成本很貴 我扔掉它就好過 還有用了之後 我怎麼提煉回來 將那些東西去用作做原材料呢? 又是貴的問題 就是基本上你現在我們都可以做到 加某一些的溶劑 去將那些罪行物 去變回液體 然後你再分解它 但是中間你要投入更加多的能量 所以你會發覺就是 就是為了不想排那堆碳 排那堆膠去損耗這麼多的能量 結果排碳更加多 結果就不是一個很受到推介的方法 所以其實未來世界就在說 我們能不能夠找到一些 是用生物的方法 模仿一些去製造一些很便宜的烤素 令它去溶解塑膠的過程 不再需要用這麼高的能量去達到 從而降低成本 那這個就是另外一個環保降解的問題 但是又很有趣了 就是我們有沒有辦法 在另外一方面開發到一些新物料 來取代塑膠 但是又有塑膠的那種功能呢? 那這裡要介紹一個新的 其實又不是很新的了 六年前已經在美國有人做了出來 但是現在今時今日 就有人有能力做到可以很便宜去做得到 但是聽起來就很有趣的 就是將一個木頭 能夠變成透明給你看 其實這個主題就是透明的木頭 就是我們這一節 就是竟然有人去 真的切一個木頭出來 你想像一下那個木頭就是一個木頭 是不是? 它能夠把它放進某一種的溶劑裡煲一煲它 把裡面呢 不透明的部分 那些叫lignin的部分 就拿走了 那些木質不透明的部分 就拿走了 剩下那個木渣呢 就是一塊有透明結構的東西 然後我填充一些還養樹枝下去 就是還養樹枝 其實它都是一樣膠質的東西 但是它不是一些好像我們看到的 那麼難分解的那些東西 OK? 當它填了一些還養樹枝下去的時候 它就再加上那個原本的木 剩下的那個結構 它就能夠形成一塊 透明度都OK的一塊物質 那個硬度很高的 就是它擁有那些epoxy 還養樹枝的那種堅硬程度 那如果你去看有時候 網上的一些片 是有些人去玩他們那種室內佈置 裝修的那種效果 就把地板就用了那些還養樹枝來鋪去 透明一層東西下面 就有些很漂亮的圖案看到 還有還養樹枝廁所板 還養樹枝整的那些木的 有鋪了的那些木的桌子 還有一些地板 其實就有很多人去做這些這樣的裝修工藝 那本身它是一種硬度很高 抗和能力都很好的一種材料 但是呢 如果你沒有一個木質的結構去撐起來 它那個強度又不是很足夠的 所以呢 就有人就想了 我們如果能夠將一塊有木結構的東西 就去抽取了一些不透明的成份 去注入一些相對於環境的傷害沒有那麼大 也都是可以很堅硬 令到那個木質結構 和這些新裡面注入的那些住合物 能夠相見合避做出來 因為有這麼厲害的材料 又可以做到很便宜的話 其實它就可以幫我們取代了一部分一些塑膠的需求 譬如說簡單一點就是說 譬如我們某一些落地玻璃 其實這麼說 有時候我們不是用玻璃來做的 是有一些我們可能是一些膠纖維的 一些這樣的東西 本身是一些膠的一些材料的東西 譬如阿加力膠板 就這麼說簡單一點 如果那塊阿加力膠 我純粹是想要磨砂的效果的話 那我不要用磨砂阿加力膠 我就用了這些這樣的 就是木質的透明木質的這些東西 來取代它 那就好 它的硬度也有差不多 現在台長展示出來的這個圖就是 它做出來這塊都不是最好的一塊 它有些能夠做到再透明一點 它那個原理基本上就是 就是六年前的技術已經出來了 就是在這個試驗室裡 將木裏找一些特定的溶劑 去煲走這些不透明的部分 再注入一些環氧樹脂下去 令它透明了 它的透明度可以去到九成的 甚至更高的 那麼出來那塊東西就發覺很硬正 也都可以是一個可塑性很高的材料 那有人就說 這個就是會不會是未來裡面的一種 一種叫做透明 一種比較環保的透明材料呢 就是這樣來的 好 這個我們都是很衷心期待 有這種這樣的物料 不用用那麼多膠 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今天結尾要講講 就是不能例外 避免的就是這個James Webb的相片 還有什麼驚人 就是令到我們一看就說非常厲害的圖片 讓我們看到呢 那這個台長 你要解釋一下我傳給你那張照片 就是那個James Webb 他有一張圖是有一個十七個環 就是如果譬如說你搜尋那些key word 你去找那個James Webb 接著Seventeen Dust Rings 十七個塵埃的環 那一個呢 你就可以看到那張照片 其實講得這些天文的東西 大家可能看照片 可能會喜歡聽我們講的 但是譬如台長去找的時候 我就介紹一下 其實很多時候天文的那個圖片 你就會看到一個光點 或者一些比較仔細的結構 有時候外面會有一個環 我現在講的不是說我們土星外面的那個環 就是好像現在台長剛剛找到出來的這張照片 那種這樣的形狀 老老實實說我第一次看到這張照片 我以為就是是不是那個鏡頭加了什麼filter 令它突然多了幾個圈 是不是那個鏡頭加了很多的環狀 這樣的一塊filter 在這裡令我們出到這樣的東西 原來不是的 這個完完全全就是現實在天文上面 天文現象形成到一個環狀結構 就是很連續的環狀結構這樣出來的 而這個星來我們不算太遠的 五千光年左右而已 那絕對是在我們銀河系範圍以內 而一個很有趣的就是 它上面不是一顆星來的 是一堆星在圍於大家轉來轉去的系統來的 而在這個過程裡面 它們很多一波一波的塵埃扔了出來 然後這些這樣的塵埃 就是每隔一個周期扔出來 就形成了一個這樣的年輪的結構 那麼它這個年輪結構 一個環和一個環是隔了幾年呢? 原來隔了八年左右 每八年它就會有一次大規模地 有一個塵埃去扔了出來 就令到我們在那個James Webb的望遠鏡上 很清楚地看到了這個環狀的結構 那麼我不敢說以前的望遠鏡 是不是完全看不到啊? 一定看得沒那麼清楚 也都可能數不到這麼多的環 因為這些環去得越遠 它的反光能力越差 所以肯定就是說用James Webb來看 就一定能夠看得最清晰了 所以這個我覺得就是很壯麗的圖片 但是都一定要解釋就是說 這些結構是怎麼來的? 其實我們都找到一些 我不知道台長你那裡會不會 那條影片可以看得到呢? 就介紹它那個軌跡是怎麼樣的 它原來那個系統很有趣的 它不是兩顆星圍繞 基本上就是主角就是其中的兩顆星 其中一顆星受到另外一顆星的引力牽引 來去令到它外圍的塵埃去扔了出來 但是呢 而這兩顆星自己本身呢 是各有自己想圍繞著的東西來去轉 而是很機緣巧合地 因為它們在這個萬有引力系統裡面 大家在一起的時候 就於是乎其中一顆星 輕一些的 它只有八個太陽質量那麼大 它現在還處於一種叫做巨星變星的狀態 就是說它在貧林的生命周期比較後的了 它外圍 就是它本身的氫氣已經燒得七七八八 主要是利用著害器來進行它的合聚變反應 它在佈入這個叫做巨星的階段 於是在它外圍來說 就是很有很活躍的太陽風活動 也有很多的它自己本身的氣體 鬆泡泡地鬆開了 因為它進入一個巨星階段 外面有更加多的東西 拋了去外面 織了去外面 很鬆散的 就很容易被其它有引力的東西 就扯掉了 當它靠近另外一個質量很大的一個星的時候 就被那顆星的引力牽引 就令到它有一些在外面的一些物質 扯不住就拋了出來 而且它這兩顆星 就是每八年就會靠近一次比較近 於是你就看到一波又一波這樣 就這些這樣的塵埃 就有多有少的一圈一圈地散出來 所以只是理解這個pattern本身 就原來反映了在這個星星系統裡面 這堆的巨星 它們的相互作用是怎麼樣 從而去解釋到為什麼 可以有這麼多個環出來給我們看到 原理就不是太複雜 但是出來的畫面 就是天文異像 我就覺得很漂亮的 這個就是 我們對於James Webb 我們很有信心的 就遲些還有一些更加多 很壯麗的圖片 只不過這個 我們要告訴大家 這個不是Photoshop來的 是的 它就不是因為我們鏡頭 加上做了什麼手腳 去P了什麼東西 而是真真正正的 是可以由James Webb那裡 拍到那個實際的影像 就是這樣 是的 好了 這一節我們結束 我們下一次回來 就是科學回憶錄 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鈴鐺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